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了之前发生大规模枪击案的埃尔帕索事和戴顿事 特朗普在访问时遭到了诸多控枪支持者 以及反对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民众的抗议 民主党总统竞选人拜登也在演讲中向特朗普开跑 当地时间7号下午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他的夫人梅拉尼亚抵达德克萨斯州埃尔帕索事后 前往当地一家医院 与3号大规模枪击事件伤者和医护人员见面 3号在当地一家沃尔玛发生的枪击案造成22人死亡 数十人受伤 而在医院外有众多民众和团体进行抗议 谴责特朗普政府和共和党的控枪政策 埃尔帕索许多市政官员则呼吁总统 在访问期间谴责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 在访问埃尔帕索事之前 特朗普还访问了俄亥俄州戴顿事 这座城市4号遭受了一起致命的大规模枪击事件 造成9人丧生 数十人受伤 上周末的两起枪击案爆发后 多位民主党总统竞选人都在抨击 称特朗普的言论助长了暴力的环境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7号在一个集会上发表演讲 指责特朗普通过支持白人至上主义 启发了致命的仇恨罪行 拜登指责特朗普 释放了这个国家最深层最黑暗的势力 这是拜登迄今对特朗普发表的最尖刻的抨击 对此特朗普在空军1号上发布推文回应 称拜登的演讲很无聊